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下一位讲师 他跟我们的感情 真的是很亲密的 对 就好像兄弟一样 brother 真的 对 我们真的很认识这一个人 没错 是非常靠近的人 他教我们很多东西 就是一个学习榜样 没错 那么他在加入Reway 短短的六个月里面 成为了我们的业务扩展 拓展部门的经理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 Reway不是你做多久 而是你做多少 对 那么他收到消息 他要来台湾的时候 当我们的副总裁跟他讲 你要来台湾 他其实面对一个很大的阻力 非常非常大的阻力 他的女儿 因为患上一些身体状况 而离开的人士 那时候如果当时一个 这样的事情 这么伤痛的事情 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 那么你们觉得 你们能接受吗 我觉得很多人都不能接受 没错 但是他因为 我们副总裁的一句话 他扛起了这个责任 决定来台湾 证明台湾是可以做到 没错 那么当他来到台湾的时候呢 他的第一个活动 第一个活动 只有四个人 但是因为他那么努力 那么付出 有今时今日 这个会议 你们猜一下 有多少个人 接下来 那他的活动 全部都是超过了百人 上百人 是不是必须确确 应该给他一个打声 那么已经证明 他的付出 是真的有回报的 我觉得 不多人 很少人都可以 像他那么 做一个那么大的牺牲 那么大的决定 没错 而且他已经证明 台湾是真的可以的 对吗 对 那么让我们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 雲瑞国际 业务拓展部门的经理 陈 家 回 在这边 这一幕 其实曾经 曾经我的朋友们 其实他们都叫我消极的人 跟我靠近一些的 比如说brother的 他们说消极 单单消极他形容不了 我到底有说消极 所以他在我的名字后面 加了一些生殖器官 又或者是加了一个小鸟 那么其实刚才听他们讲 在台上 在这个舞台上 这般的称赞 的确令我非常大的感触 因为在过去 从来从来没有人 这一般的称赞 那么到底又是什么原因 到底是什么原因 可以令到我这样的改变呢 所以 在我今天还没有开始之前 请允许我 以最积极的问候 向大家问一声早安 各位大老板 各位大领袖 各位立会的伙伴 各位来自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印尼 菲律宾的伙伴们 大家上午好 好 其实 加入立会过后 让我的确确看到一个 道理 那就是环境照 就结果 怎么说呢 举一个例子 今天 当一个婴儿 带他刚出生的时候 我把他丢进深山里面 给一群猴子来抚养 那么二十年后 你们想一想 这个孩子 会变成 怎么一个模样 对 他肯定会变成一个胎山 又或者 当一个婴儿从小 在一个赌博的环境里面长大 那么二十年后 我们想一想 这个孩子 他又会有一个怎样的结果呢 一般上 大致上 我们已经可以猜到 他的结果 所以这个就是 环境照就结果 那么立会 我们来看一看立会 他到底又是一个 怎样的环境呢 好 当然 第一个环境就是 我们时常 经常 提醒着大家 彼此要健康 对吗 这个我相信在座的领袖 都非常的熟悉 因为我们时常都是跟别人讲 要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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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吗 对 也因为是大家 因为提醒着大家健康 所以你们今天才坐在这边 对吗 所以请你们给自己一个掌声 那么今天产品的效果 我把它放一旁 因为今天全部都是自己人 那么另外一个环境 它又是什么呢 我看这边全部 你们都是生意人 你们知道吗 另外一个环境就是 我们想着 谈着 交流着 怎么样赚钱 对吧 那么一个生意人 小弟 我曾经 有如此的一个梦想 就是想要成为一个生意人 因为我知道 生意 是可以 让我们得到自己想要的 结果 想要的前途 所以我曾经想过 我想要开一个餐饮业 也就是开一个餐厅 一个餐厅 里面可以让我有平稳的生活 但是 当我在存钱的当中 我很快就把这个念头打消掉 因为我时常看到 在马来西亚是这样的情况 在台湾 我相信 你们也是有这个感觉 也就是那个招牌 它时常都在换 有感觉吗 有 所以我很快 奇怪 为什么一下子 它就 招牌就换掉了 所以我就很快打消这个念头 那我就想 那时候 还有什么生意可以做 所以我就想 连锁店可以做 好像麦当劳这样的连锁店可以做 我觉得 我觉得那个我没有看过一个麦当劳 他的招牌有换过 那证明他的确是可以做的 那么当然 当我深一步的去了解的时候 我 我推了一步 因为 当我经过查询过后 我发现要开一家麦当劳 一家最小间的一家麦当劳 它竟然要一千万台币 所以 我很快也是打消了这个梦想 那么到最后 我真正自己的生意呢 我就是开了一家 生产线 卖的是一个茶包 就是加热水里面 加热水的时候 在一个杯里面放 加入热水的时候 盖着它三分钟 里面是有一个茶的 那个我 我们是做 我叫它为这个茶包 好吗 那么 在这个事业上 我经营了不到两年的时间 很快很快的 就倒闭了 那为什么会倒闭呢 那时候我其实也是 蛮积极的 也是开始的时候 当一个年轻人 好像我这样年轻人 刚刚踏入社会有梦想 我想要得到自己的梦想 我很努力 到我生意失败过后 我觉得 好像已经看不到 我前面的路了 那么 奇怪为什么我这样积极 它会倒闭呢 有没有想过 一个生意 你越积极 你做得越灯 你死得越快 有没有想过 我自己本身有这样的经验 当然 当然 也不是说全部每一个生意是这样 比如 以我自己的例子来分享 分享的话 我做了这个茶包 我肯定要是 是不是要放在一些商店上 是不是放得越多 我赚的越多 那么我很努力 每一天早上 起来的时候 五点我会在一个菜市场 菜市场里面我会摆一个摊子 然后我就会在那边大喊大叫 这个多好 那个多好 这个很好 对身体有多好 然后希望的什么 让别人知道我这个场景 然后我在那个附近的商店里面 所有的商家 茶室 这个餐厅 还有这个药材店 中药店 我都会把我的货放下去 所以我很努力 在两年里面 我持续不断地去这样做我这个事业 但是 为什么我会得到一个不好的结果 原因就是因为 当我把货放下去的时候 他们并没有马上给钱我 我是必须要 寄放我的货在那边给他卖 也简单来说 我跑得越多间 我就自己本身就死得越快 也就是这个原因 那么 今天 到当然加入立会过后 我才慢慢地了解这些真正的原因在于哪里 比如说传统行业 我的确是算过它的利润在于哪里 比如说一个茶室 那时候 有时候看看任何一个 一个传统的行业 我们讲要做一个生意 也就是开一家店面 任何一家生意 我们是算过它的利润 我们是算过它的人潮 我们才决定在这边 可以赚取我们想要的 我们才把这个商店设在这个地方 那么 开头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 当然或许可以是赚到自己想要的 但是很奇怪 为什么他们的招牌会换掉呢 到后面我加入立会过后 有做过一些手询 有做过一些手查的时候 我才慢慢了解 原来是有竞争对手 当别人看到我们说好做的时候 他在对面还开一家 简单来说 人潮他是不是一半已经过去了 人潮一半过去的时候 利润就减了一半 别人又看到好做 他在角落头那边又开一家 一个方圆 我说一公里就好 单单一个茶餐厅我们来看一下 它到底里面 方圆一公里有着多少家 所以到最后我发现 当要经营一个事业的时候 在传统行业上 是必须要有一个系统的 因为只有系统 我们才可以 复制下去 才可以达到一个数量 可以这样讲吗 比如说刚才我说到就是麦当劳 麦当劳成功吗 麦当劳为什么他的 你要去加盟 他需要是一千万呢 为什么 是因为他的麦当劳那个M吗 是不是 那为什么很多人会跟我说 因为他是麦当劳 他是名牌 但是为什么他可以 得到他这个M 他这个名牌这么的重要 那是因为他有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系统 那什么又是系统呢 我举一个例子 今天这边一个是 一个黑箱 Black box 最近的新闻 好像讲黑箱不是很好 那么我讲他是一个白箱 是一个white box 简单来讲 有一个因素 进到了这个white box 它出来的时候 它是一个结果 这个箱子里面 我不管它是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 但是它肯定是有一定的步骤 简单来讲 当一个因素进来 它里面是有一定的步骤化 出来它就是一个结果 而这个结果就是我们想要的 当然有了这个结果 我们才可以 这个好的结果才可以 我们才可以重复的复制下去 那么好像麦当劳这样 当任何一个人加入麦当劳 加入麦当劳的时候 他们都是会做出来的薯条 做出来的汉堡 全部是一模一样的 它里面的油 它温度是多少 它每一家几万家都是一模一样的 它的盐撒四次 它就是撒四次 所以这个系统 我们才可以称它为是一个成功的系统 所以它才值一千万 小小件 那么直销行业 我们都是做传销的 对吗 那么传销行业有没有系统呢 传销行业有很多系统 外面很多公司 它也是有在卖这个系统的 卖这个系统 但是领导人 他们也是有在卖这个系统 但是到最后为什么他们的结果 又或者是 他的结果不是那么的理想呢 到后面我原来有做过这方面的搜查 当然我加入这个直销行业不是那么的久 进入立位 因为要讲这个课题 我就有做过一些搜查这样子 到后面他们的结果并不是那么的理想 原因是 原来他们到最后 他们 原来他们到最后 注重自己的名誉 注重自己的品牌 多过 解决组织的问题 所以到最后 他们的结果不是那么的理想 那么立会的话 大家应该是比较有兴趣吧 那么立会的系统 是什么呢 立会的系统第一个 我们第一 我们立会的系统 它不是用来说的 它是持续不断的 一直在做下去 而且里面的步骤 里面的步骤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而且是每 每个月 一直重复下去 它不是一下子 编出来了 它是从过去六年里面 有老板 有管理层 有前面一些领导人 他们的坚持在六年里面 慢慢的升级起来的 所以在讲这个系统之前 请给他们一个掌声 那么讲到系统 第一个就是工具 而这个第一个工具呢 大家也是 非常的熟悉 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OPP 你不要看它简简单单十六页 它颜色 似乎好像有一点点不协调 好 但是 我们 你们猜猜 此时此刻 此时此刻 你们猜猜 有多少人在用着这一本 简简单单十六页的OPP 来做一个分享 来来你们猜猜 五千 一万 当然我们立位 到了一个 蛮高的阶级的时候 我们谦虚一点做人 我讲一千人好吗 都谦虚吗 好 真的很谦虚 一千人 来讲这个OPP 那么 会不会一千人都买 不会吧 那么大概是有多少人会买呢 五百 五百哦 哇 你是不是很不够谦虚 我们再谦虚一点说 我说九十八仙的人不买 那个也是不是很合理啊 那十八仙的买好 简单来说 此时此刻 这个时间就是有一百套在进 这个是很合理啊 那么这本OPP重要吗 重要啊 它就是我们立会的根 当然我们翻开第一面的时候 看到的是什么 十大杀手 哦 很多人就讲 哦 我知道 十大杀手 我知道 就是 去找生病的人 我去医院等啊 对啊 会不会有 有没有听过人这样讲啊 但是 那只是看到一半嘛 第一面真正想表达的是什么 就是说 全人类 全人类 它面临着同一个危机 就是 世界市卫生组织所说 面临着同一个危机 那如果你只是看到 病人的话 那只是看到一般的市场 那个危机就是 当我们已经生活在 一个被严重污染的环境 速度而导致 速度老化 而导致面临这个 十大杀手 那如果只是在医院等了 在医院等的话 那是不是只是看到一般的市场 好 那么第二面 就是讲 哦 原来 肝细胞是被发现的 到底有什么可以解决 这个十大人类的危机呢 原来是肝细胞 我有看过一个很成功的领导人 他单单只是用 这一两面 他就已经可以做一个closing 所以 它重要吗 它重要 它更重要的是 今天我们不是只是用一本 这样在讲的 不是一对一在讲的 甚至在马来西亚 在新加坡 在印尼 任何一个地方 我们谈的都是这一本书 它不是一对一 千人 五千人的建政大会 一千人的建政大会 甚至是 有时候是立会一天里面 去到股场 他千人 他万人 他谈的都是这一本书 而这一本书呢 就是 老板 还有 还有一些 management 他们是 经过很 绞尽脑汁 把很复杂的东西 简单化 立会所有的工具 都是有一群 非常专业的人 他们绞尽脑汁 根据市场的调查 比如说 好像见证的工具 我们也不可以讲得太夸张 还要想到 可以不可以接受 还要想到 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因素 就是说 今天 如果真的是 加入立会过后 没有人带 然后 其实单单靠我们的工具 你就已经可以成功了 的确 我们在立会 有非常多优秀的领导人 他们都没有人带 他单单靠工具 他自己学 他就已经成功了 那么工具还有哪一些 这些是什么 领袖培训会 还有这个很重要的就是 NDO NDO他是 一个非常成功的人 他将自己20年的经验 投创到头破血流的 头破血流 将他自己经验的总结 站在一个领导人 站在一个经销商的立场上 而写下来 而讲出来 而做成一个工具 让你们来学习 在这个时候 我们必须要这样子 给一个这么无私的老板 一个掌声 的确很多人 好的东西 他不一定要跟你分享 你去装 好像刚才 翁大哥有说到 他也是有装过 他也是无私的分享给你 给他组织下面的人 他里面的两个观念 三个秘诀 全部都是他经验的总结 所以当他觉得这个基础 基础 基础工 基本工 然后讲OBB 就已经可以成功了 如果你想要 如果你想要的话 那么工具还有哪些 我们看一下 增商 增商 增商它也是其中一个工具 如果大家有去 去这个 上一次的领袖培训会 有听到顺利讲的 想的话 我们的麒麟领队顺利讲 他也是可以用这个来做closing 其实这个也是对我 也是蛮大影响 这个后面 就算前面我相信也看不到最后一页 它是什么 它是one star的 one star的Rusie是 对我是蛮深的影响 因为 当然除了我 我因为见证进来的 然后 更刺激我的时候 在9月份表扬 我看到那个one star 在增商里面 他后面的蜜蜜妈妈 小小哥的名字 他们的Rusie 比我在市场拼十年 还要高 那么你说我能平衡吗 那么既然不平衡 那么市场上我觉得 应该也是蛮多人不平衡 one star容易做吗 但是进入地位系统 one star是非常非常的容易 关键是 有没有跟 在慢慢一面一面 翻上去的时候 翻去后面 翻去前面的时候 two star呢 three star呢 孔雀领队呢 更不用说飞马领队 麒麟领队们 对吗 当然我只是讲他们的故事 讲他们的历史 他们是怎样的人 他们过去是怎样的 加入立会后 他赚取什么 他足以影响很多人 所以工具 的确希望你们可以很好 很好的 有效的去利用 他是 一群非常专业的人 根据市场的调查 根据市场的需求 所做出来的 而且是非常非常的 深重地做出来 好 那么这个工具 还有一个 就是刚刚新鲜的 知道这一本书什么吗 Prestige 它代表着威望 名望 它是新加坡一本 非常非常 在上流社会 世界顶级的一本杂志 在这么一本 这么重要的杂志 这么上流社会的杂志 我们立会 的飞马们 还有老板 有在里面 那么这个就是 在飞马之夜的时候 他们在一个 澳门六星级的饭店 这边不可以讲酒店 对吧 他在一个六星级饭店 吃着一个 米其林三星的餐厅 在一个用场 而他们并不是说 去要求 邀请 希望 这这个世界有名的杂志 去把它们放进里面 我们立会 已经到达到一个警戒 就是 他们会来 邀请我们的领袖飞马们 进入他们的杂志里面 给他们一个掌声 那么这个工具 如果拿去好好利用的话 你认为 会影响到一些人吗 我绝对相信 它会影响到一些人 因为里面 当我们翻一翻的话 随便一个手表 它都要五百万 它里面甚至是法拉利 它也是要限量 限量版的法拉利 你们有机会 要拿去看一看 并且好好的利用 这个就是工具 好 那么有了工具 还有第二个就是 第一个是工具 大家有没有记住了 好 那么第二个就是领导人 领导人其实 他们无时无刻都在 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 让我们去学习 如果你们有细心留意的话 好 想不想听一听飞马的 飞马的成功之道 好 这个是我自己去挖掘的 自己去问的 当然他们也是有 很无时的展现出来 我们来看看 David Yoh 这个第一个飞马 立会的第一个飞马 对我影响非常的深刻 因为那时候Jackie 她一直持续不断 在跟我在讲这个人 曾经有一个时间 我看到她 她以前那个照片有看过吗 各位也应该不陌生 是眼镜中中的 我曾经想要打她 但是现在我真的是 她对我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深刻 非常非常的大 我发现到原来她有一个特色 她就是她的行动力 非常的快 当老板讲出一个NDO 是非常好用的时候 非常重要的时候 她听完老板的NDO过后 第二天她自己就做一场了 以这样快的行动力 我们给她一个掌声 好了 第二个飞马 我们来看一下 Victor Dunn 我曾经问过她一个问题 我说 Victor 为什么你这样成功 为什么你可以做到这样好 原来她跟我回答只是一句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走多一步 可能不知道她还有没有这个印象 这一句话对我的影响也是非常的深 当我遇到很多难题挫折的时候 我会想起Victor这一句话 走多一步 还是不行 再走一步 又不行 再走一步 那走走走走 走到后面 而原来已经到终点 我已经还可以过得去 要成功了 那个难题已经不止一提了 所以这边可以借助大家掌声 给Victor Dunn一个掌声 再来这一个 我相信 不管在马来西亚或者在台湾 大家对这个飞马的印象 飞马领队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如果在一场OVB 任何一场会议上 你们会时常听到有人在旁边 OVS YES 那么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点奇怪 为什么她一直在那边 POOST YES 但是后面慢慢 我跟她比较靠近 比较熟悉的时候 我慢慢发现 原来她有着一个 我们做传销 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它是什么 它就是热情 我们都知道这个行业 当我们去面对客户也好 面对组织的问题也好 它必定会有阻力的 可以这样讲吗 那么少了这一份热情 你认为 会不会很快就暖下来 会吗 所以她这个热情 她不单止感染着自己 她可以感染到你组织下面的人 她可以感染到你身边的人 所以在这边我想借助大家掌声 给我们的非马领队 Mr.Andy Song 那么接下来这个 也是非马领队 她的勇气和改变 对我影响非常的大 曾经人家叫她一个喜憨嘴 喜憨嘴的意思就是 贝壳一般的嘴 就是紧紧盖着的 知道吗 紧紧贝壳嘴 就是讲她不会讲话的 但是她在近时近日 她可以在一个几千人台上 那一个勇气 那一个想要改变的心 当我想要做一个转变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她 请大家给一个热烈的掌声 给我们的非马领队Mr.Panin 还有一个今天也是有来到现场 就是当我在六月份 纽西郎最高峰会议 有幸被邀请第一次前往的时候 当我一听到这个消息 那我是要上台分享 我整个心要掉下来 然后我就硬硬把她撑上来 我就有去跟这个 非马领队来聊一聊 跟她分享 看看她有没有一些很好的经验 分享让我知道 到最后我原来发现 原来她这个人很有爱心 原来吃素的人 是那么多有爱心的 那么可以想象到 她跟我讲一句话 你要用心 用你自己的心 去好好的教育 那么简单来讲 她组织下面 有她这个非马 她也是用心对待着每一个人 可以这样讲吗 那么我们是不是必须要给 这个非马Mr.Jolie一个掌声 当然其实非马 今天有来到现场 还有我们马来西亚的001 他就是我们的Mr.Simon Wong 当我一开始来到台湾的时候 他跟我讲一句话 一步一脚印 你们应该不陌生 一步一脚印台湾的对吗 一步一脚印 我就想到 我要把基础打好 对吗 我不打基础夹好 一步踏下去 怎么会有脚印呢 对吗 所以我是常 因为他这一句话 我会一直跟自己讲 我要把基础做好 请给Mr.Simon Wong一个掌声 你看 我们立会的领导人 他们成功 他们应该的 他们应该是成功的 因为他们身上 不单止自己在做着这一点 他在行为上 轻易轻微表露出来 让我们去学习 关键是我们自己 见到他们的时候 有没有去问多两句 对吧 当然 领导人 领导人与领导人之间 很多人讲 有没有发现他们的感情是那么的好 我看到有时候他们讲 喂 brother 好像很久没有见的好兄弟 但是很多人会讲 他们其实是不是竞争对手 他们讲立会的领导人 其实是竞争对手 但是老实说对于我个人而言 我觉得 他不是竞争对手 他是皮脂很好 可以让你们建立的伙伴 比如说今天有谁没有借用过 Victor没有借用过David的 没有借用过Mr.Andy说的 他们的飞马 这个阶级 没有借用过他们的故事吗 有没有啊 都有吗 在这边其实可以看到 的确他们 他们是可以接力的伙伴 可以这样讲吗 当然 当然不这么想的话 严格一点来讲 我们严格一点讲 他还是 不多不少存在着一点点 这个竞争的味道 刚才我有讲过 传统生意的时候 当我们讲竞争对手 我们一定是互相攻击的 对吗 我在这个地方 我生意做到这样好 你在对面开一家 那还得了 我一定讲 他那不好 他卖那个凉水有毒的 不配合 不然就是为他那个很贵 他偷工减掉 肯定是互相攻击啊 那为什么今天 立位的领导人 我们看起来 他们是那么的和谐呢 而且这个也是 公司一直知道 老板一直知道 这个是非常重要一点 就是他们之间的和谐 尤其是在前面的大领导人 因为很奇怪的 比如讲你组织下面一个人 一个人 犯了一点错 那可能别的组织 他会攻击你 他会攻击你组织上 因为是竞争对手 因为他们是竞争对手 但是立会看不到这一点 因为背后有人 坚持着把这个 把这一幕造出来 当他们很有机会的 去沟通 去交流 在最高峰会议的时候 就可以很好的交流和沟通 而公司知道这一点很重要 而持续不断的都在做这一点 这个就是领导人 这个就是立会坚持的东西 那么领导人 就简单来讲 当你加入立会 你利用工具 你借领导人的力 你就已经可以成功了 可以这样讲吗 他是可以的 当然领导人 有些情况 还是 我加入立会 我领导人 我不知道 我找来找去找不到 我找不到我的领导人是谁 那 到最后 还是会有人带你的 那是谁 就是拓展部的同事们 今天你加入立会 你找不到领导人 你利用工具 跟拓展部的同事配合 比如说你在泰国 有我的师兄 师父 Jackie 在印尼 也是有我的师兄 MK 在马来西亚 有Fanny 有Edwin 他们都是 去到玩的 我们时常讲 他们都是 有钱没后的 直接就去了 在这边 我想请 你们 给他们一个掌声 所以 当一个人进来 进入这个系统的时候 关键是 看自己 想要不要成功而已 那么系统 系统里面的第三个 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比如说 它就是会议 好像今天这样的会议 聚集着所有的人 一群聚集的人在这边 传达 公司传达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 那么好了 一般上会议 我们来看看 我把它分成上中下 上面的会议有最高峰会议 中间都有好像今天这样的领袖培训会 还有下面的有 表扬大会 还有我们自己做的饭局 OBB 这些会议等等 第一个我们看一看 看一看下面的会议 比如说 OBB 刚才就有讲到 一个OBB 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呢 一个OBB 就是讲一个MC 他T-UP 一个讲师上去 在会议中的时候 一个MC T-UP一个讲师上去 让这个讲师讲的话 是可以相信的 再来我们有好几个见证 简单来讲 几个见证 证明这个MC讲的话是对的 我就是因为吃了这个产品 这个效果不错 再来我们有一个closing 来一个总结就是讲 我不只吃到这个产品不错 我还在这边赚到 我应该赚到钱 就讲一场OBB 真正给人家看 除了介绍这个产品 让别人看到 让别人更了解这个产品 更重要的是 选到再立位成功 就是这么简单 进退无论是10个人的OBB 100、1000 甚至三、五千个人的 一场大型的见证大会 这样的OBB 表达的就是这一个 就是这么简单 而会中 就是有领导人公司 也是会把会中做好 关键是 会前和会后 那还是要靠你们自己 要达到会议的 一场会议的效果 就是看会前和会后 我们看一看表达大会 表达大会 公司一直非常希望的肯定 每一位领导人在过去 这段时间的付出 很多人说 表达大会 表达大会是想要肯定领导人 想要表达他们 肯定他们的付出 它重要吗 它非常的重要 甚至是里面所有的细节 它都是系统里面的一部分 它的彩带 它的表扬 每一个阶级 它都是系统里面的一部分 更重要的目的 它是可以把利会所有的资源 聚集在一起 让你们见 比如说 上个六月份的Galadina 有一些人进来 他一进到来 哇 一万人 利会可以做 有吗 有吗 有 比如说他看到外面 那么多的名车 有老师来师 有病例 一场立位可以做 有吗 简单一场表扬大会 除了真的很想要肯定各位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的付出 更重要的是 利会有能力把所有的资源 聚集在一起 让你们容易接领 那么我们看一看 想要借麦当劳力 你要多少钱 那么表扬大会呢 要钱吗 所以没有去用的话 是不是有一点可惜呢 但是关键还是看会前你怎么做 你怎样去卖这场会议 还有会后是否有做好很好的跟进 那个比较重要对吗 我们要的是结果 好了 那么好像今天这样的 领袖培训会呢 今天好像这样的领袖培训会 其实是想要 是不是来学习啊 想要的是 训练一些人才 今天我们立会 可以谈超过一千人的讲师 绝对超过一百位 好 那在这个培训会当中 是不是有一些人才出来啊 好 更重要的是公司想要借助这个机会 老板还有一群非常专业的人士 他们是根据市场上 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根据市场上的一些浮动 设定一些主题 更重要的是想把这个讯息 在这场会议里面传达给你们 你们知道 所以我们才说 每会要必到 每到你就必会 好 关键是公司知道这一点 你们知道了吗 好 这个就是领袖培训会 再来我们 有上面的 就是有最高峰会议 最高峰会议重要吗 最高峰会议我们来看 就是公司制造这一个平台 一个一个机会 让领导人们 除了有一个目标 更重要的是 他们有一个机会来沟通 刚才我已经讲了 大家严格一点来说 还算是竞争对手 可能组织下面的人 有人犯错 别人会攻击 他听一个一次 听两次 听三次 他觉得这个人好像不行 这个人 没错了 当他们有机会 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在闲聊的过程当中 他们发现原来 这个领导人 他不是那么的糟糕 所以公司一直 在制造这样的环境 让他们有这个 很豪华的感觉 让他们有一个机会 彼此来 有一个很好的沟通 这个就是最高峰会议 刚才好像另外一个目的就是 可以为自己设一个目标 对吗 刚才好像 我们的邱燕豪 邱大哥所说 他看到孔雀 他看到孔雀 他就可以设定一个目标 可以的吗 那个是他自己的选择 那个是他选择 当然他也讲到目标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今天高峰会议要去的人 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啊 他必须要有一个阶级 好像他这样 如果是有这样的阶级在区分 我会选择 我会选择着去追这个阶级 因为它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它是我们的一个方向 而这三个工具 领导人和会议 它就是我们立会的系统 它不是用来讲的 它是持续不断 一直每个月我们都很坚持的在做 从过去的每一年 有市场到现在 比如好像今天这样的领袖培训会 有几场了 它是有12场 因为就是想要借着这样的平台 把讯息传给大家 那么 这个系统成功吗 这个系统它成功啊 因为 结果已经出来了 前面的 前排的领袖费马们 他们就是因为进入了这个系统 出来就是一个费马 这个是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呢 那么 这么成功的系统 要多少钱啊 要钱吗 不需要钱呢 但是为什么要不要进入这样的系统呢 如果你想要进入这样的系统 作为今天的总结 我想要分享一个故事 希望这个故事 因为这个故事 对我而言 好像我的 我的人生 对我而言 对我的启发非常非常的大 他也是我老师 在去年12月 在槟城所讲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一个伟大的老师 他有一天三个学生 他跑去问一个伟大的老师 他讲 老师老师 如果想要在市场上成功 我要怎样做才可以啊 那么这个 这个伟大的老师 他什么也没有多说 他讲你们三个跟我来 没多久 他就来到了一个果园 他就跟三个人说 你们三个进入这个果园 当你们看到一个 最大颗的水果的时候 你把它踩下来 什么也不要想 直接就到前面 我会在前面等你 那么这三个学生就很奇怪 但是他也照着老师话去做 当第一个学生 进入这个果园的时候 他看到一个很大颗的水果 他想起老师说 老师所说的话 什么也不要想 他把这个水果 马上就踩了下来 可是走着 走着 走着 一直往前走的时候 他看到前面还有一颗更大颗 于是他就把手上的水果 丢下 再踩 另外一颗 比较大颗的 然后他继续再往前走 再走 再走 往前走的时候 他又看到一个比较大颗的 于是他这个时候 把手上的水果丢掉 连踩也不要讲 连踩也不要 先不要踩他讲前面 肯定有这根大颗的 他就一直往前走 慢慢慢慢他发现 那个水果越来越小颗 越来越小颗 但他发现 重点就在前面的时候 他随手就没办法了 随手就踩了一颗 去找了他的老师 他老师叫他站在一旁 那么第二个学生 他也是同样进入这个果园 他进入这个果园的时候 他看到 同样的看到一个非常非常大颗的水果 他想 我一踏入这个果园 我就看到那么大颗的水果 哎呦 那么辛苦去踩干什么 于是他就想 前面肯定有根大颗的 他连踩也没有踩 他就继续往前走 往前走 在路途上 开始的时候还看到一些蛮大颗的 但是他还是 相信后面会有比较大颗的 于是 他踩也没有踩 到后面的时候 又是差不多到终点了 那没办法 还是随手踩了一颗 就走出了这个果园 好了 第三个学生他进来了 他也是同样的进入果园 他也是想起老师那一句话 相信你眼睛所看到的 他看到一个 他觉得是最大颗 他认为是最大颗的 他想也没有想 把水果踩了下来 直接就跑 跑到尽头 想也没有想 那么 同样的 见到这个老师 这个老师就对这三个学生说 第一和第一个学生 你们是 不会成功的 那么第三个学生呢 你会成功 为什么 因为你相信 你自己眼睛看到的 你相信 你坚持 你自己眼睛所看到的 为什么我最后想要表达这个故事 跟大家来一个分享呢 就好像我当初这样 我踏入市场的时候 当我毕业 踏入市场的时候 我比很多人 我自认比很多人都积极了 但是经过磨练过后 经过磨练过后 我渐渐的不相信自己 我渐渐的怀疑自己 然后慢慢的就是被磨练的变成很消极 直到加入了立会过后 我看到很多领导人 他们在前面的付诸 做出了一个非常简单 非常完美的系统 就是让我们来跟 而这样的环境 这样的造就一个这样的结果 那个结果是不是我们所想要的 如果这个结果是想要的 如果你愿意进入这个系统 我 Ted 陈家辉 在台湾 我向你们承诺 如果你们想要进入这个系统 我跟你们一起 把这个责任扛起来 因为 老实说过去 对于立会这家公司 我是听了四年 它里面每一个创造所有的高峰 我是靠Jeky跟我讲 这造成我有一个遗憾 因为我觉得人生 总是要做一些空空烈烈的事情出来 总是要创造一些历史 总是要创造一些高峰 幸好 感谢老板 感谢Dr.Kenny 你给我这个机会 在台湾 现在 现在我们来了 老板有说到我们来了 简单来讲 未来的台湾 在一年两年里面 会不会跟会不会说我们不要说 有精彩的分享 那掌声不要停好吗 好 那么非常的 好 好 给他一个很热的掌声 给他一个很热的掌声 很热的掌声